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同学你可以看这个是什么 供极极也就是什么原极水偶气 电压进等于出 供杂极也就是电流水偶气 进电流等于出电流 同学这几个比较重要的 最多我们使用的就是comma source 就是我们称为供原极电路 这个经常用来做放大器 电压放大器 这几个重要的 原极水偶气 就是高输入主抗 低输出主抗 高低 大概是这样 我想这个就到这里 因为这个比较 同学可以看课本 可以看课本 事实上黑板的三种电路 事实上我们之前都做过分析 尤其做DC分析 我们大概都很清楚 这个什么电路 就考试的嘛 考试的电路 V 这两个 VGS等于VDS 这个就是我们用什么 增强型作为负载 对不对 那这个也是考试的题目 用空发型来进行负载 这个支流分析 同学都做过了嘛 等一下我们稍微强调一下交流分析 事实上都一样 OK那这个主动负载 事实上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电流镜 电流镜 这个地方就是IQ IQ电流镜产生的偏压 偏流产生的固定电流 让它工作在你要的工作区 这个我们称为主动负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要稍微讲的重点 那这个在DC分析 我们都分析过 那我们现在要着重的是在AC分析 怎么去把它表示出来 事实上AC分析 对同学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除非只是把它的等效电路 画出来之后 你就都会算了 同学我们来 也不复习 这个就是第一个 增强型为负载的 特性曲线跟负载线 这个就是ML上面那颗电晶体 所产生的负载线 这个就是下面那颗 Driver电晶体所产生的特性曲线 那它会有交叉点 交叉点 那我们刚考完试 所以这个交叉点 这个交叉点 同学应该知道 那在这个交叉点 发生了非饱和区 饱和区 还有截止区 也就是MD截止区 饱和区 非饱和区 就产生了这几个区 那上面那颗负载 永远都在 饱和区 OK 我请问各位 我要拿来当放大器 请问它要工作在什么区 我要拿它来做放大器 请问要让它工作在什么区 饱和区 所以在哪个区 这个区域 我要让它工作在这个区 了解吗 也就是我假设信号这样产生的话 它就对应过来产生 这样的变化 了解吗 那至于在哪个点 那就是看你的工作点 Q怎么去定 了解吗 所以我们的放大器 就工作在这个区域 那我们一般都会锁定在 非常小的范围 以用线性的方式来进行它 OK 所以我们进行AC分析 第一个 画出 等效 电路图 同学来看 希望同学能举一反三的 到现在我们的基础 大概都打了 只是说不知道同学 有没有基础在 OK 我们来看一下 画一下等效电路 等效电路画的同时 告诉自己 独立电压源 怎么样 短路 独立电流源 开路 偶合电容 旁路电容 全部都 短路 OK 我们分析的是这个电路 独立电压源 什么 独立电压源怎么样 短路 独立电压源 短路 这个信号就留着 这个输出留着 这样会不会画的 OK 翻到这边来 低 低端 我把这个画一下 D S 错了 S G D G S L L L D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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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DL 短路 短路 同学来看这里 这个是不是DL 短路 对不对 DL等效电路 是不是长这个样子 对不对 然后这个呢 D跟G 对不对 GL 是不是短路 对不对 G跟D 是不是短路 同学这个会画 期末考一定会考 期末考一定会考这个 这个是不是短路 然后这个就是VGSL 上面的电压 然后这个是不是S 这是不是SL SL跟谁接 跟下面的DD接 SL跟下面的DD接 有没有 DD接另外一个等效电路 SD短路 然后这边 就一般的了 这张图有没有问题 把它画成等效电路 就这样 同学一定要会画 这个是分析的基础 你只要会画这个分析 你就不怕了 OK 如果画出来之后 我再把这里 我再把这里 根据这里 把这个翻到下面去 把这个翻到下面去 接D 接D 可以接在一起 把这个翻到下面去 就变成了这一张 把这个翻下去 这个箭头往上 RL 然后这个变成D 正 负 在下面 正 负 就这样而已 把它搬过来 这里有没有问题 这张应该课本没有 我是自己画的 让各位容易了解 怎么翻 怎么翻 这张会画 这张你会画 你才有产生第二张的可能 这张要会画 那很简单 就跟据刚刚 你把它接D的接D 接在一起的接在一起 就可以了 这有没有问题 那没问题 翻到这一张 就变成的这一张 这有没有问题 你就这个不动 把它上面 往下翻 这个 翻到D 然后这个 是相连的 放在一起 所以箭头就往上 VGS 正 负 ROL 一样 这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 不懂了 同学的电话会画 不要用实际的 事实上很简单 你就根据这一张来画就好了 根据这一张 然后把它等效电路 这个字换掉 把这个字换掉就好了 把这个字换掉就好了 然后你就标 这个角跟谁接在一起 标在一起 就会得到这一张图 这有没有问题 OK 那这一张图 里面 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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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们之前的AC一样 参数计算 GML 就这样 这个是MD 这是ML 所以它的参数就这样算 这我想应该没问题 那没问题 计算 这比较麻烦一点点 事实上也不难 计算 计算什么 计算AV 计算它的争议 计算它的争议 那正义我们来看一下 这稍微同学动脑筋一下 VGSL VGSL在哪里 在这里 VGSL VGSL 这个接地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Vo 所以VGSL等于是吧 负的Vo 对不对 OK 我再强调一次 你求AV 最主要就是 我要求AV 就是要求出什么 Vo除以Vi 我要求AV 就是目标 就是Vo 除以Vi 目标就是这样 所以你尽量 在过程中的任何数 都用Vo跟Vi来表示 就没有错了 过程中的任何的电压电流 你全部用Vo跟Vi来表示 就对了 所以在这里 VGSL会等于负的Vo 为什么会VGSL 因为VGSL 等一下我们会用到 所以这个电流 这个IL的电流 我们就是 GML乘上VGSL 等于负的GML乘上Vo GML乘上Vo 这个L 乘上Vo 这个就是IL的电流 OK 那我们个别来看 IRD IRD的电流在这里 这个电压是Vo 所以它的电流就多少 Vo除上IRD IROD 除上它 就等于IROD的电流 IROL的电流一样 等于Vo除上IROL 这个电流 这个电流就都知道 这个有没有问题 然后VI 刚好等于VGSD VI等于VGSD 所以这个电流 就是等于VG V V